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4月16号星期六的大台中新闻 大理石九甲地区由于自来水管县老旧 时常发生爆管的意外 引发居民是抱怨连连 在明代的争取下 水公司进行新人路 好莱武街等路段的自来水管更换工程 不过因为道路狭窄施工不易 加上市府也在这里施做雨水下水道工程 使得交通容易打劫 为了加快施工的进度 立委和新纯特别邀请台电 以及电信公司管线单位前来协调 预计年底前就可以完成管线 全面更新的工程 避免水资源再度无谓浪费 立委和新纯及台中市水利局等单位 大家站在新人路下水道工程前 讨论相关进度 由于之前石九甲地区自来水管县老旧 时常发生爆管意外 引发居民抱怨连连 透过明代争取水公司预计来更换新人路 好莱坞街的老旧水管 不过由于目前市府也在这里进行下水道工程 可能会延荡水管更换工程进度 今天来看这个下水道工程 当然非常感谢 台中市政府已经变得预算也已经在施做了 这完成之后绝对会解决我们石九甲地区的淹水 自来水在我们这个工区的部分 他都已经跟我们协调好了 我们做完了以后他还进来他的整个 那个管线的态换工程 所以说不会造成就是说 我们衣水下水道也在施工 那个自来水管也在施工 造成这个交通会场阻塞 由于新人路道路狭窄 施工不易 因此明代协调市府水利局加快下水道施作进度 也请水公司分段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态换施工 同时也请台电电信公司等管线单位 希望能够做好事先管线迁移作业 加快工程进行 包括太平区的京美路 包括大理地区的这个好来街 新人路的部分 全长将近有5.6公里 那这个我们会做管线的态换 而且沿途包括用户端将近有700户的一个用户的外线 我们会一并把它态换掉 因为用户外线这个地方非常容易漏水 那目前遭逢到最大的问题是中华电信跟台电 所以呢那我今天邀请中华电信跟台电 来参与协调 就是呢也要求他们要能够配合 如期能够配合管线迁移 由于距离今年底自来水管更换工程完成 还有一段不短的时间 明代也建议民众进出时纠假地区可以改走铁路街 德方南路等替代道路 以避开这个施工的瓶颈路段 接下来出风台中采访报道 以来出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